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有一個新的報告 是關於世界經濟論壇 日前針對2013年全球風險報告管理效能 的一個排名 他們是針對一千多位全球場觀學界的領袖進行的調查 評價各國政府控管金融危機 天災 氣候變遷 流行病等全球重大風險的能力 就監控的準備反應及排解等項目給予評分 台灣排名全球第23位於新加坡香港的後面但是領先第41名的韓國 報告顯示兩項最為 顯示最為普通的全球共同的風險 就是收入不平等 以財政的長期失衡 東西各國更加速興起 我國政府也應該努力 規劃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將焦點區區在產業的創新 國際物流 人才培訓 觀光醫療 農產運銷等五大項 展現政府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刻 也決心 將台灣創造成為亞太自由經濟貿易的中心 近年來 我們政府也一再的釋出利多 鼓勵 台商回台投資 經濟部表示 已簽署 投資意向書 20多家台商裡面 他的投資金額 預計 已經將超過 四百億 去年有八家台商 反台 獲准 設廠 今年也有三家在評估中 能有不少 陸續的提出的申請 政府的政策讓海外台商 有願意回台 來投資 善用 產業聚落的優勢 結合產業聯 加上我們台灣 目前 資本主義 資本市場 非常健全 台商可以回台募集資金 進而投資 節能的環保 生計 等所有的新興產業 相信這些產業 在產業特色化 製造業服務化 以服務業國際化之後呢 能夠 讓台商 反台投資 有一個良好的環境 最後我本席 還是要在這邊呼籲 我希望在野黨 不要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故意去 癱瘓我們政府 尤其是我們立法院的運作 這樣子受到傷害的 反而是我們廣大的民眾 謝謝各位